原来依旧在我的身边 不管时间怎么疏远 所以将算我飞上了雨 因为接下来呢 定位要推荐这首歌曲 一定有你的一个原因 顺子回家好好来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两天的新闻 就是我们星光邦里面的一位成员 他不幸的就是去世这样子 其实我昨天才刚考完试 那我看到网络上面的消息的时候 我个人是很震惊 那我一开始真的是不敢相信 直到后来看到新闻播出才相信 但就是让我就是想到 我们之前回到四班合唱的时候 其实我才第一次跟楚宁就是碰面 那也没有机会多聊一些东西 就觉得楚宁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 然后跟朋友们相处也都非常融洽的 一位爱唱歌的女生这样子 就觉得很为她感到可惜这样 可能当你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困扰困境的时候 真的要找你最亲密的人聊一聊 没错 最能倾诉你的心声的人聊一聊 相信多少都会有点帮助你 像So What这样的歌曲是你擅长的 所以基本上对你来讲 其实没有太多困难的吧 在这次录音这首歌的部分 对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So What这首歌 它有很多的rap 所以在里面呢 当我在录音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那个词是非常的饶舌 很难念的 又要快 对 又要快 然后你又要有态度 所以其实我在录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是必须要重来重来重来 对就没那么好念 其实 你自己以前就会喜欢rap这样的东西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rap很好玩 但是没想到原来要进录音室 rap就不是这么简单 对你要把它弄到一个非常好听的程度 是必须要经过很多的一个琢磨这样子 对啊 目前自己这样感受下来最大的收获呢 除了比如说有尝试到写歌词 rap的歌词 还有像rap的东西 身材这些都是 自己心境上呢 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成长 我觉得有耶 我觉得这一次的EP 因为它还蛮就是多元化的 它有快歌 然后有慢歌 当然还有第一次尝试的不同的曲风 就是让我在 可能在尝试不同的曲风里面 会有不同的歌唱方法 或者是录音方式 或者是表演方式 其实都会让我就是有所进步这样子 对啊 那最特别的应该就是寂寞包厢的包厢 只要你抢我的 What's the what's the what's the what Just call me boss Just call me boss